日本投降后,日本人在台湾总计有50万人左右,其中22万人是被俘的日军官兵,30万人左右是日侨。 如何处理在台日本人问题,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,被俘日军人数众多,为防止日久生乱,军人是被优先遣返日本的对象。 关于在台湾的普通日侨,台湾总督府配合国民政府于1945年11月1日进行了日本人归国志愿调查, 结果在台日人32万人中,希望留台者14万人,希望回日本的有18万人。 最后,国民政府决定集中遣返日侨,但是为了保持台湾的经济教育工业的正常运营, 国民政府对少量的日本技术人员和教师采取了暂时留用的政策, 此政策使得极少量的日本技术人员和教师得以在台湾继续被任用。 不过因为1947年228事件中,很多台湾籍前日本兵身穿日军军装,高唱日军军歌, 参与和国民党当局的武装对抗,导致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对日侨的猜忌加重。 除少数高级技术人员特批得以被留用外, 很多日侨技术人员也一律予以遣返, 仅留用日人205名,连同家属,共计652名。 网上流传的台湾有几十万日本人,四五年后留在台湾的传闻, 属于子虚乌有的杜传。